自疫情爆發後,英格蘭將會第二次全面封城 同樣限制居民只可以在特定情況下外出 包括上班、上學、看醫生、做運動和購買生活必需品 戶外限聚包括只可以跟家人一起或者跟另一家人的一個成員 但趁家庭也可以跟其他家庭建立互助氣泡以便照顧子女 居家庭將會在星期四起實施,預計12月前不會解封 食店、酒吧要全面關門,除了提供外賣 首相約翰遜說,根據專家的模型推算 如果現在不行動,每天的死亡數字可能升到幾千人 比4月的高峰更嚴重 Let me explain why the overrunning of the NHS would be a medical and a moral disaster beyond the raw loss of life because their huge exponential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patients 並不代表全都是年齡 並不代表醫師和醫師 會被強調哪些患者去治療 誰會取消毒 誰不會 誰會活著 誰會死 跟上次封城不同 職業體育賽事暫時不會叫停 當局說,例如英超等 目前已經有嚴格的病毒檢測措施 但業餘賽事就要暫停 有線電視記者的健身步道